大家好,我是老胡 又来说墨言的事 今天我都不好意思 又是个大片 那么墨言作品再怎么解读 还是坚持一个立场 那就是旧文学讲文学 跟其他的无关 跟政治无关吗 跟颁奖词无关吗 跟获奖无关吗 跟思想意识阶级属性无关吗 跟作者的立场无关吗 说真的 我还是那个口气 不得不就这些问题 跟一些小孩子讲一讲大道理 包括有些成年人 仍然也不懂大道理 不要说大道理谁都懂 政治必须要讲清楚 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 广义上的政治 每个人都有关系 并非墨言及其他的作品有关系 每个公民每天的意识住行 包括呼吸的空气 都跟政治有关 每个人都活在政治关系里 但是讲这个政治 对于我们说墨言的作品 还有什么异议呢 那是不是每个人 先把自己的政治问题 交代清楚了 再去说别人 所以谈墨言作品的政治性 首先要抛开这个广义的政治概念 没有异议吗 狭义的政治 那就是有针对对象的政权阶级 与老百姓之间的事情 例如在这个平台上 我今天说的话 也离不开政治关系 但是也不涉及狭义的政治 而一旦涉及狭义的政治 平台就审核不通过 连发出去的机会都没有 误谈政治 是各大媒体平台的基本原则 先说清楚这个问题 再看墨言作品 是不是涉及狭义政治呢 第一时间就能肯定答案 如果墨言作品涉及了狭义的政治 恐怕连发表都出问题 更谈不上这么多年 还在大力推广 还高调领取了国际奖项了 还其次上了央视了 这是从继承世事来说的 也叫马虎炮 那我就从马前炮说吧 还没有获奖权 还没有被这么多 吃花群众认识墨言 激进他的作品之前 他的作品有政治问题吗 客观的讲 连个影子都没有 他就是一个小说作家 写了一些小说 如果那些批墨言的人 都是经常读书 读各类小说的人的话 对墨言作品的文笔 和小说内容的好坏评价 恐怕也就没有那么高 这也就是一些人说的那个话 墨言小说的橙色 如果和当今国内 所有作家小说来个对比的话 算不上上乘 对此我表示认同 可是就是因为这一点 也就是说 墨言的作品及其内容 如果放在常年 读各类小说书籍的人面前 他笔下的那些事 确切的说 那些悲惨色惨的民间故事 根本不值得单独拿出来说事 为什么 同类内容的小说实在太多了 见多也就不怪了 但不能就此说 那么多作家 那么多小说 都是在写政治黑暗的 充其量就是在写 社会人性的烟 而社会人性的烟 任何时代都有 今天更多 写的人也多 只是没有获奖 还没有引起那些 不读书的人的注意罢了 正如墨言所言 他的胜利是文学的胜利 不是政治的胜利 可是如果有人非要说 他写这些东西 就是政治立场问题 那我就可以说 说这样话的人 他自己就是个政治犯 如果不是 那一定是脑子有问题 还记得我们一些影视剧里头的 经典台词吗 生产队长要搞分田 到户单干 中央都出文件了 可是地方上还没有吃透这个文件精神 面对生产队长的提议 村书记说生产队长 你这是政治立场问题 像这种类似的场景 台词很多 那些有政治隐的人 到处给人按帽子 这跟政治有关系 那是政治立场问题 其实影视剧里头的 这些人的这些台词 在作为观众的 我们看来 就是一个笑话 那些人代表的是一个腐朽的思想 陈旧而落后 现在这些人还欲读未尽 又冒出来 给这个戴政治帽子 给那个穿政治靴子 岂不是更可笑 与其说他们给别人定政治立场 还不如说 他们是想把中国 重新拉回政治斗争的宣传里 再说 按照这类人的思想逻辑 那还了得 难道他们就喜欢政治斗争 把别人定在政治的那一面 就等于是把自己定在了这一面 挑唆社会 向政治斗争看齐 让老胡看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网 算了 老胡也不申究了 就是一个意思 凡事要适可而止 不要往里钻 钻进去了 那地上的蚂蚁 都能被卷入政治斗争了 第二个 跟颁奖词无关 一个作家的作品 从问世到获奖 再到后边的长期的时间考验 始终都是作品本身的事情 这跟时间点上的颁奖词 有多少关系呢 有人就是要抓住颁奖词这一点 就是他们认为颁奖词有问题 颁奖词抹黑了中国 你就知道这些人的逻辑多么荒唐 作品都没有抹黑 一个颁奖词就能抹黑吗 我觉得说这样话的人 其智商就抹黑了中国人的智商 可是有人说 作品也在抹黑 颁奖词也在抹黑 那就请这些人先弄清楚 什么叫抹黑 你长得白白的 俊俊的 五官专正美美的 别人怎么处化你 都无法对得住大众的评判 你有什么可怕的呢 可恼的呢 如果你长了一副歪波裂枣的样子 还用点饶别人丑化吗 你自己就没有那个自信了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 任何时候 如果从不同人权 不同视角去看 都会有不同的样子呈现 而要全面认识一个时代的全貌 就应该多角度 多视角去认识 而不是从一个点就带面了 莫言一个人的视角 也只是他的视角 也只代表了这个作家 他自己的苦难经历 所处的角落情况 你站在你的角落 去否定别人的角落 你不觉得狭隘吗 而你要认识这个世界 就应该多读书 多读不同视角的书 才能对那个时代 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些人是受到感情色彩的束缚 认为那个时代 是一个火红的时代 就应该一切都是火红的才对 这种认识本身 就是一个小孩子般的水平 那么只能从心理分析上说 那些人是不希望有人去揭开 那个火红时代的一些 下水道出水沟 以免影响了人们 对那个时代的整体影响 但是殊不知 生在下水道出水沟的人 不是一个 而是一个群体 一个非常大的群体 实际上作为人性的描写 处处都一样 看上去文明的社会 光鲜亮丽的人群当中 人性的出水沟 可能更深 下水道更长 那么人性描写的动机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这也是有些人质问的问题 答案就比较轻松了 所有关于人性描写的动机 就是唤醒人性 引起功名 目的就是让读者 从人性中 看到自己相同的一面 审视不同的一面 从而让读者 从作品中 提升自己的人性 升华对生活 对社会 对人生的思考 达到心灵上的 虚无地净 而从现实情况 总结式的看 一个人读的书要多 读的小说要多 他的思想性 悟性 和对生活的感悟力 就越高 就越能看懂生活 热爱而不偏执 追求而不钻进脚尖 这也就是读书的魅力所在 做下这些作品之初 就是利益的时候 就是一些人说的 喜心动念的思想意识 关于这一点 老胡能说两句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说的 因为老胡也是一个 写过几部 乡村小说的人 同样的是 选才几个悲剧式的人物 这些人物 也都有生活中的原型 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在老胡的身边 在老胡的视线里 写他们 就是要进行 艺术化处理 真真假假的情节 无所谓 但有所谓的是 要给读者带去什么 老胡的结论是 要给读者带去 苦难的在线 引起读者 对苦难的同情 从人性上 实现自己对人生的认识和把握 这些文学作品的作用 就是滋养着读者的心性 使其从文学作品中 汲取营养 能更好地对待自己 例如文学作品有极力作用 尤其是悲剧小说 喜剧小说 能带来喜乐 但却带不来激力 如果对此有研究的读者 不妨翻了眼看去 全世界的名著 获得大奖的小说 几乎都是悲剧小说 苦难的人生 苦难能激化人的灵性 这是所有作家共同的体会 一个长期生活在 一时无忧 喜笑颜开的环境里的人 是很难有灵性的 灵性就是思考力 感悟力 没有灵性 是写不出小说的 因为写小说的基本要素 就是写人物 写人物是最基本的功力 就是要细致不微 能钻进不同人的 不同人性里 才能刻画出 不同的人物形象出来 至于阶级属性 作家立场 这就更是一个浅薄的问题了 作家写哪个阶级的事情 就是哪个阶级的属性 立场跟阶级 肯定是绑在一起的 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莫言笔下是农村人物的形象 那就是农民阶级 而苦难的人物 还是农民阶级中 最底层的人物 那么莫言的立场 就是最底层的立场了 谁规定作家 不能写底层人苦难了 写来就是抹黑吗 我看不让写才是抹黑 抹黑中国的文学氛围 抹黑中国社会的宽容度 有人说 为什么不写那些阳光的积极的 难道没有吗 难道只有莫言一个作家吗 写积极阳光的多了 你看了几部 萝卜青菜各有所长 莫言就没有生活在一个积极阳光 身体健康 不愁吃喝的环境里 你不是强人所难吗 这不就是刚才说的 阶级立场问题吗 你是一个草原老百姓 生活在最底层 让你写官场的小说 你能写吗 你是一个乡村教师 教了一辈子书 县城都没有出过 让你写伤害谍战 你能写吗 一个作家写什么 几乎都是他自己的身处环境决定的 但是你记住 写阳面的是为了阳光 写阴面的也是为了阳光 一个是拿眼睛看的 一个是需要心看的 苦难使得上演 就是为了让人追思过去 思考未来 把握现在 再说一下迎合西方 什么叫迎合西方价值观 西方价值观是什么 有几个人说得出来 如果说不出来 那我就问你 你今天的穿戴是不是西式的 国家领导人穿西装 是不是西方的 你今天用的各种生活用品 有没有西方的 你都这么赤裸裸的迎合了 西方的经济和文化 却不敢提及 却对一个中国作家写的中国故事 子虚无有似的 扯上了迎合西方价值观 既然是迎合西方价值观 那你看是中国度者多 还是西方度者多 如果是迎合西方价值观 就是政治立场问题 那你把自己身上穿的 家里用的都审查一遍 是西方的统统扔掉 否则我们可以定一个判不罪了 更有甚至 整天进行人身攻击 拿作者的母亲开骂 你想人家母亲早就不在了 你那么骂 就不怕人家母亲上门找你吗 更何况 一个整天拿人家大作家母亲 开骂的人 就能代表中国人的立场吗 我看他只能代表中国垃圾厂里的垃圾 中国人素质文明 都为他们丢尽了颜面 那才是真正的抹黑了国家 抹黑了中国人 最后说一下老胡这么挺莫言 究竟是为了什么 首先要说的是 如果没有出现那些抨击者 就不会出现力挺着 要知道这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如果没有抨击谩骂者 那我老胡最多也就是 找出莫言的作品来读读就完了 不存在挺不挺的 但是对作品本身的评价系统 容忍的范围也只能是评价系统 而对那些抨击谩骂者就不得不反击了 为什么呢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 不同作者都有不同的解读 这很正常 但是抨击谩骂 扣帽子人身陷害 那不是评价 那是伤害 这种伤害的后果 就是让中国所有作家停止创作 让文学创作领域谈虎色变 敬而远之 因为文学里面的东西 人者见人 狗者见狗 实在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无论哪个作家写出来的东西 如果是人看了 就是人结论 如果让狗看了 那就是狗结论 作家无法保证作品出来以后 是被人看还是被狗看 所以这个风险就大了 大到都成政治犯了 谁还敢轻易涉足这个文学创作呢 就算你是歌功颂德的御用文学 那你能保证所有的词汇都用得准确吗 一个不留神 恐怕就有人出来揪你的小辫子了 再说稍微一点点政治风向的改变 就足以让你死无丧身之地 谁还敢又雷迟一步呢 没有了文学创作 就不会有社会各个领域 各个阶层 各个角落的生动描写和反应了 看起来是整齐华裔了 实际上全成了一个颜色 那个时候是黑是白 谁又能说得清楚呢